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应当常常想念阿弥陀佛本愿的功德 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常想就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 这个功德就大了 阿弥陀佛的愿不是自己的愿 说老实话这个没功德 功是讲功夫 都是讲自己的收获 你所得到的 一定要把弥陀愿变成自己的大愿 把弥陀行变成自己的大愿 四十八愿是心形最重要的一句 我们每一天念四十八愿 依照阿弥陀佛的愿来发愿 不要念的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如果不相干 那你虽念也不相应 念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照他的愿 我也发这个愿 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 我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 同心同愿 第二叫做相愿 这一点 诸位一定要相对 我们的心要向阿弥陀佛的心 我们的愿要向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常常读经 常常接受释迦牟陀佛的开示 我们读经就是接受他的开示 一遍一遍 使我们的印象加深 印象深了 我们时时刻刻就会想佛 想极乐世界 用这个方法 把我们那些妄想 咋想若把他打掉 我们一心只想阿弥陀佛 西方世界的一真妆严 如心无情 这个境界 常常就像在我们眼前一样 越想越真实 想阿弥陀佛越想越清净 阿弥陀佛常常在我们身边 真的有这种感受 这就教给我们应当如是的滋味 这个意义真实清净 敬宗成佛的理论 就是试心是佛 试心做佛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 所以现在要发心做佛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你要不是佛 你要发心做佛难了 你是佛吗 你发心做佛就很容易了 一点都不难了 这是理论 我要怎么做佛呢 念佛就做佛 一切发送心想是什么 我现在的心想就像阿弥陀佛 就像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就从我唯一心里就献出来了 我所献出来的 跟阿弥陀佛所献出来 是一不少儿 是一心 是一体 只有想阿弥陀佛的本运功德 只有一念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这叫正 正思维 换句话说 其他的通教妄想 妄想执着 不能再搞下去了 再搞下去 没有办法了生死 没有办法出三界 还搞得干什么 你看人家 其心正直 我心正不正直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你念到这一句 就想到 我的心要正 我的心要直 就在说 正则不血 心里面有血念 就不正 什么念叫血念 有念就写 无念呢 无念是无名 心正是真难 建宗八真道里面 正念正思维 就是一句佛号 大师智菩萨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可见到 我们念佛 想佛 这是真念 如果不念佛 不想佛 说老实话 通通叫邪念 没有想的时候 就是无名 邪念无名 决定不能出三界 决定不能了生死 这个问题严重啊 举约罪 不是儿戏 不想阿弥陀佛 全是妄想 不念阿弥陀佛 全是妄想 这是真的 为什么不念佛 就咋妄想 这是什么 这叫业障 我们要问 佛这业障重啊 天天希望消除业障 怎么消啊 念佛就消掉了 不念佛呢 业障又现行了 所以平常工作 太要紧 太要紧 一定要把心定下来 既然 决定选择这个法门了 决定选择这个法门了 我一生决定不开 我就一直 弥陀念到底 我天天想阿弥陀佛 想弥陀 本愿功德 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真无章言 想久了 印象深刻了 临终一念 还是想这 那就成功了 王三的道理 就在自己 修建托的人 时时刻刻 别忘记 其心都念 想什么 想西方极乐世界 想阿弥陀佛 不能想别的 想别的叫夹杂 叫杂念 叫妄想 想到什么程度呢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环境 其心都念 全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杂念 没有幻想 念佛念到这个功夫 叫成片了 大成一片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念佛人 今天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的 现心 想阿弥陀佛的 北域 想阿弥陀佛的 大慈大悲 大德大难 这都在哪里呢 在无量寿经上 在观经 在弥陀经 在行愿品 在大师之念佛愿同胀 净土不无经一论 平常熟读啊 没有事情 不要去胡思乱想 不要想世间 拉拉杂杂的是非人物 不要想这 想经里面 所说的道理 所说的教诲 所说的经济 这个也是念佛 这叫义佛 大师之菩萨 跟我们讲的 义佛念佛 现心当来 一定见佛 好啊 这样做话就对了 这个就是 真正念佛人 是什么样的事 我真的想要想要看 我真的想要看